为了推动环保教育 中正国小举办环保小局长票选活动 投票的过程模拟正式的选举模式 除了安排家长会担任选务人员 另外也印制了选票 各项新店区公所借用全选处 全选工具与票轨 还在选前帮参选人拍摄证件发表影片 让学生真实的体验民主选举过程 中正国小环保小局长票选活动 21号正式登场 学校三四五年及格班在老师带领下 来到学校所设置的投开票所 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为了让学生可以体验民主选举过程 这场票选活动特别模拟正式的选举模式 除了制作选票 也向新店区公所借用圈票处 与圈选工具还有票轨 另外学校还邀请家长会成员 担任选务人员 协助学生完成投票 以往小朋友都会跟着父母群 参加一些公职方面的一个选举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体验到 父母亲进到一个投票所 整个过程 那我们透过这个机会 让孩子真深的了解到 整个投票的整个流程 提前让他们知道那个公民素养 还有就是也让孩子知道 整个选举的过程 包含就是说 每个人的证件发表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投票 参与就是赐环保小局长票选的参选人 是由五年级各班派出代表 学校也为每位参选人制作了证件发表影片 放置在学校网站与穿堂电视墙 让学校师生都能够了解他们落实环保的证件 班级午餐厨余减量要从源头开始 师生主张每天将每班的厨余称照 制成曲线图 一周内呈现下降的班级 就可以全班获得点数 除于量重量 然后如果有减重的话 可以全班都知道自己有努力进步 我觉得这一项很好 中正国小的学生表示 依据目前的宪法规定 想投票得满20岁 因此学校办理的环保小局长票选 让他们可以提早了解公民选举流程 这一次环保小局长候选人 可以让我学习到怎么投票 就是之后长大18岁之后怎么要选举 我们可以了解以后长大选举也会跟这次的一样 可以让自己表达意见 我觉得这样子做很好 这样子决定权可以在自己手上 这次票选最高票的人将当选小局长 第二高票为小副局长 未来将协助学校推动各项节点环保与资源回收工作 徐少佑校长强调 环保小局长的票选不仅让孩子们实际体验民主选举的重要性 更让环境教育与民主教育可以从小扎根 记者成品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 内容